因為他我們才可以在這麼高壓力的情況之下 然後迫使我們自己進步 讓LAMIGO成為最強的球隊 我們有最堅強的團隊 讓我們掌聲來歡迎 劉建廷 劉林隊 我跟 我就站在這邊跟大家啊 站在一起 心中有很多話想要跟大家說 公司在去年年底 我正式決定要找來之後 我們其實都是以最後一次的心情 來面對最後一次的春勳 最後一次的談战 當時我們還有一點逃避的心態 會覺得說禮球季結束還有很長的一個時間 可是沒想到七月一下又到了 我們必須要對外宣布 那對外宣布轉麥之後 想說也還有下半季還有轉婚姻站 沒想到今天這個日子 這麼快又到來了 後來正式確定由樂天入主之後 我們的心情是複雜的 一方面慶幸樂天提供了桃園隊 一個更好未來的機會 另外一方面 卻是要面對十六年情感的割捨 在那個球迷很少的年代 我們沒有做夢的權利 只能為了員工的生計而堅持著 隨著球迷人數的增長 讓我們敢於追夢 為了球迷的吶及歌聲 我們撐著 從桃園到高雄 從原封加油到全雲組場 我們一起挺著這支球隊 十號隊友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是你們每個人把桃園推到了這裡 我們一直努力著 就是想要盡可能延緩今天的到來 但時間 終究還是到了 我要謝謝 董事長 一直以來 給我們 最大的 揮灑的空間 很多事情 其實 都沒有跟他說 我們就 直接幹了 所以 一般公司 應該很難這樣子 我要特別謝謝我父親 對我 任性的容忍 我也要謝謝 無縣長 鄭市長 他是 這支球隊 變成 桃園 城市化的推手 沒有他們 今天 LAMIGO桃園隊 沒有辦法成為 桃園市 真正的球隊 我也要謝謝 在我身後的選手 我知道 今年是LAMIGO最後一年 大家都很想要 把這座三年半 留給公司 所以其實 大家不說 但是大家都很拚 謝謝選手 謝謝你們 我也要謝謝 我們的 教練團 無私的奉獻 特別是 我們 紅總教練 我很多的棒球知識 其實 都是跟他學習而來的 我在這十六年來 他教導我的 他教導我的 不只是 棒球的知識 還有做人的到底 雖然 輸球的時候 他每次 臉都很臭 偶爾也會 遷怒旁邊的人 但是 那就表示 那是紅總 對勝利的執著 我要謝謝紅總 謝謝 我也要謝謝 我們的行政人員 我們的防護員 他們 每天都是 最早到球場 最晚離開球場 無私的奉獻 謝謝我們的防護員 我們的幕後團隊 謝謝他們 最後 我要謝謝 我們的行銷團隊 他們 創立了職棒的 新文化 當大家 把掌聲 都留給我 跟董事長的時候 其實大家知道 一個完美的秀 需要有 這些完美的工作人員 來完成 我要謝謝 在我身旁的 胡偉軍 副領隊 謝謝他 最後 謝謝大家 用盡的全力 以 三連霸 畫下了句點 LAMIGO或許不在了 但 桃園的精神 會一直流傳下去 也期待 未來更好的 樂天隊 再見了 我的青春 再見了 十號隊友 再見了 LAMIGO桃園隊 謝謝